这个班主任突然意识到 学校操场旁边的树林里藏着一个可怕的男人 就是他的学生德瑞放出来的谣言 因为德瑞不想其他同学下课后 去采集那里的金银花 他想自己一个人独占 但谣言被他越传越离谱 他有声有色地跟其他同学说 那个可怕的杀手就藏在这树林里 他有着蝙蝠侠一样的耳朵 和一双疯狂的黄色眼睛 我还看到他有一只秀气斑斑的枪管 我猜那肯定是一把散弹 我还看到过他拖着一只女人的腿 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你的手机电量是多少 打在评论区 电量一样的可以互相交朋友 吓得同学们各个草木皆兵 再也不敢去操场的树林里摘进樱花了 当班主任发现德瑞每天下课时 都偷偷地一个人去那里摘进樱花 就悄悄地跟在他后面 证实那些都是德瑞放出来的谣言 班主任回来开始跟其他孩子们说 那些都是谎言 森林里根本就没有藏着可怕的男人 你们可以放心地去摘进樱花 但恐惧已深深地植在孩子们的心中 当校车把孩子们送回家之后 家长们也听到了此事 事态一发不可收拾了 家长们一天到晚地打来电话投诉 不满这位班主任对此事无动于衷 然后直接来到办公室 叫这位班主任采取策略 班主任说该怎么做 搜遍整个树林吗 家长说对的 班主任说这样太荒唐了 这本就是个谣言 班主任一次次地解释 但没有家长相信他 气得这位班主任一个人开车走了 并不是他不关心这事 是因为他知道这一开始就是谣言 但没有一位家长站在他这边 反而相信一个小孩子的话 学校迫于家长们向上级投诉的压力 最后决定将这位班主任开除了 他气愤地摔门而出 就这样因一个孩子谎言 让这位班主任丢掉了工作 这对他的打击非常大 而且让他非常的愤恨 最后他被逼得 趁德瑞在丛里采摘金花的时候 他真的变成谣言中那个可怕的男人 ik呀 滑